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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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文創大觀第二側呢 它其實講的都是實力 我第一側講的都是政策跟理論 但是呢 政策跟理論完了以後就是 你講的道理可不可以執行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文化創意產業是無所不在 無所不在 所以我們大家絕對不能局限於一個什麼文創園區而已 我們放太視野它是非常廣闊的 那我想文化創意產業是什麼呢 它就是產業升級而已 用什麼升級 用藝術文化 用科技 科學技術跟現代基因的管理 那所以呢 所有的產業它都可以稱為文化創意產業 如果它把這三個放進去 所以當時我就畫了一個圖 其實它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原鄉台灣 加時尚台人 鑽石台灣 原鄉台灣就是源自於這塊土地 跟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他心裡 他從他心田出發而出 所有的創作跟發明 那就變成鑽石台灣 所以台灣在未來呢 它要透過文化創意產業讓它散散發光 誰讓它放斷就是你們就是我 所以我常說做就對了 就一定要去做 所以台灣最美的風景就是人 那麼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台灣文化 絕對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跟交流 以新的能量把最美最真實台灣文化呈現給世界 經過轉換然後變成是 我們的這個文化創意 是我們未來的新能量 好